这是机动战士高达动漫中第一场机甲战争 吉温炎制的机体性能源超联邦甚至能够以一抵食 大名鼎鼎的赤色彗星初代版本也初次露面 天才机士开始走上称王之路 那天又几架来自吉温的MSGT来到了联邦势力范围的月球 他们的目的是追捕帮吉温研发MSGT的米博士 米博士因为吉温的独立而不满选择叛逃至联邦 现在正驱车火速赶往位于月球表面的殖民都市 可下一秒 吉温MSGT突然从高速路旁跳出来要抓住他们 司机见情况不妙立刻掉转车头冲出高速 蓝色机体里的蓝巴尚未劝解米博士 希望他能够再一次回到吉温这一边 可米博士却并不这么打算 哪怕可能冒着生命危险 就在他们犹豫要不要干掉博士的时候 联邦的救援已经赶到 就在他们正在观察现场情况的时候 一架舰艇直接就被射穿了 而发动攻击的便是男主所驾驶的红色机体 眼见战斗已经爆发 联邦舰艇立刻打开舱门 派出了他们最新研制的RCX系列机动战士 打算趁此机会检验一下机体的性能 一轮密集的炮火轰向极温的MSGT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极温机体竟然毫发无伤地从里面冲了出来 随即便对他们展开猛烈的反击 联邦机体在他们面前就跟指呼的一样 使用机炮轻轻松松都能够穿透他们的外壳 使用重炮时更是能够将他们轰得粉身碎骨 为了防止博士逃走 他们朝着汽车进行射击 很快便打烂了汽车的轮胎 让他们停了下来 联邦舰长见情况不妙 立刻下令撤退放弃援救 可下一秒却发现一直被忽视的红色机体 竟然已经偷偷溜到他们面前了 一转眼便把这次营救的旗舰给干掉了 搬随着旗舰的爆炸 也宣布着这一次营救的完美失败 而剩下的联邦机体 更是被急温机体当作玩物一般慢慢地折磨 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像是成年人与三岁孩子一样大 甚至能够变着花样进行击杀 立刻是好不容易从车子里逃了出来 可下一秒却发现两架正在打斗的机体在靠近 伴随着上千度的巨斧砍到联邦机体身上 他便直接石灵倒了下去 让机动战士之父就此驾赫西去 这一次的战斗中 机动战士的战损比为12比0 联邦在这第一场机动战士的战斗中输得非常彻底 但也因此黎博士的高徒也再一次被重视起来 高达的研制计划被提上日程 コードネームは ガンダム